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 面面观严介林博士分析股市流年与节气 5月15号盛大举行免费入场 报名6509682000分机103或上网ktsf.com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请到了一位是创投家 他的名字叫做Peter谢 谢中高 Peter你好 非常欢迎你 周乐你好 矽谷华人电台的听众们大家好 Peter他的经历和学历由我来起一个带头作用 然后您再elivery一下 认为比较跟现在的创投业比较有直接关系的经历好吗 好啊 Peter是在1986年在台湾大学的机械系毕业 1993年获得史丹福大学的博士学位 主修的是超音波与光学 是的 那么在这个求学的过程中博士念完就是念完了 就是告了一个段落 然后您从事了哪一些工作 那在这些工作的经验中 为什么会build up了您的想法要来做创投 OK 其实讲白了我们从小长大只知道要好好读书 对于未来的方向并没有一个很大的认识 所以当初在要来美国读书之前呢 事实上是不知道自己想念什么的 只知道要来出国读书 那我这辈子唯一的一个大的嗜好就是音乐 刚巧念到了台大的机械系 所以呢知道音乐好像跟机械看能不能有一个关联 那么在考GRE的时候知道有一个行业叫做升学 就是在背单字的时候知道有一个单字竟然叫升学 就去查说升学是什么 于是发现升学是声音的学问 所以我当时在申请学校的时候 事实上是一直很努力的希望能够找到结合音乐跟工程有关的东西 哦这样子是哦我觉得我们从小受的教育 父母亲都是说要好好念书 然后除了念书之外的事情 最多就是允许一个或者是两个体育啦 或者是音乐方面的兴趣来加以培养 如果再多的话就认为自己是玩物丧志 是您的父亲也是这样子给您的感觉的吗 我的父亲倒没有太管我 我只记得当我在听交响乐的时候 他认为这是噪音 但是我在听国乐或京剧的时候 他认为这是很好的音乐 哇哦他的思想还蛮进步的 但是因为是他自己的文化的关系 就像现在的父母对于年轻的孩子们喜欢听的音乐 也都认为是噪音 认为美感在哪里 是的 是的 这些东西都要学习的去 learn to appreciate它 对 所以转回来呢 我到Stanford读书的时候啊 很有趣的是 当时以为Stanford有一个program跟NASA 是叫Joint Institute of Acoustics 可是不小心呢 我们在国外的时候看不到真正的教授啊 等等等等 来了才发现那个教授已经半退休了 很慌张 所以四处去找 最后呢 那么在第一个quarter 第一个学季的结束之前呢 很荣幸的找到 后来带我博士的指导老师 叫Pierre Couriakob 他在做超音波的研究 要寻找一个research assistant 那么我就去approach他 他也很慷慨的就接纳我成为他的学生 学的就是超音波 那因为超音波跟光学 其实很多东西在物理上面都是相近的 因此最后我跟着一个电机系的老师 学了超音波跟光学的东西 那么您刚才说 毕业之后的一些经历 很有趣的就是 因为在Stanford学的东西比较广泛 包含了我大学的机械 那老师是电机系的 又学了超音波光学 这些广泛接触的物理的东西 所以我第一个工作 事实上做的是一个startup company 第一个就做startup 第一个做startup 跟几个Stanford的学长一块做 那个时候是1993年 1993年3月 系统已经开始有这个味道了 但是那个时候的经济不太景气 对 我们大家都记得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做的是比较时代超前 所以到最后我常常去反省 说startup 不管你的团队再好 你的技术再进步 但是假如timing不太对的话 Exactly 对 跟卖股票一样 它是不对就是不对 就是过早或者是过晚都不行 所以我们在1993年做的就是叫做电江电视 或叫本离子电视 但我们可以发现到事实上 日本人啊 Panasonic 他们开始卖的时候 都已经到97年左右 我们找了整个市场大概四年五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到94年呢 第一个prototype做出来 但是找不到funding了 这就是我 从此一开始 Stanford毕业就开始做一个比较 Generalist的一个角色 然后呢 又有跟整个硅谷的 整个Silicon Valley的这个创业的环境 息息相关的角色 然后就进了大公司去上班了 结果就必须要养活自己 所以94到97年呢 就在一家叫KLA Instrument 后来现在叫做KLA Tencore KLAC KLAC 这个股票号码 对对对对 我还记得很非常清楚 现在KLAC的这个CEO呢 当时在我还在那儿的时候 他就只高了我一层 最常常事后会去回想 假如我没有进到创投这个行业 我继续待在KLA 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不知道 如果你今天是一家大公司的CEO的话 和你现在的身份来讲 你觉得哪一个是你的兴趣所好 其实两个都很好玩 我这个人的听音乐 现在听得非常广泛 那么我也在CEO或者是创投这个角色里头 有做过数次的转换 那么做CEO的话呢 好处就是你可以想的东西立刻可以发生 但是你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就是那家公司 做创投的好处就是 你做的时候呢 可以同时做好几家公司 可是它的大问题会是 你的想法未必能够立刻的发生 因为需要透过一个媒介 也就是公司管理阶层才能够发生 所以两个各有好坏 这也就是我这个人性格比较不定 有的时候跳来做CEO 有的时候跳去做创投 不过我觉得这个人生这样蛮丰富的 讲个题外话 Peter你是什么新做的啊 应该是狮子座 狮子座 好了解了 OK那之后呢 您就毅然决然的进入在美国先做创投 然后又到中国各呆了十年都是做创投 是 哦 那是什么样的决定 让您在美国quit这个job进入美国的创投业呢 我记得在1995年左右 这边有一个玉山科技协会 是的 那时候的玉山科技协会的理事们呢 每一个都是创业的大佬 我非常记得那个时候碰到了李广义先生 陈静初先生 庄仁川先生 还有李学勉先生 他们的公司有的是刚卖掉或者刚上市 他们就为了照顾这边年轻的下一代 办了专业青年访华团 参加了这个活动 后来在玉山里头 我们回来就开了一个亚美玉山协会 那么在这头比较活跃 也就去主持了玉山的年会 也借由这个机会认识了其中的一位理事 或者是以前的主席叫台中和先生 他是宏基的共创人之一 那台新人对我印象还不错 就跟我说他要开一个 在美国有一个创投 问我要不要join他 那我在94年startup失败的时候呢 事实上有一点焦虑 所以我回Stanford的 那个时候叫做 Career Planning and Placement Center去读书 他告诉我们说呢 要做公司的管理阶层 要做CEO的话 可能通常是两个途径比较容易往上走 一个叫做走销售的途径 一个是走财务的途径 于是乎我那个时候想 能够做创投 走财务的这个途径 至少能够对任何的一个公司 或行业有一个比较制高点的看法 于是就这么参加了 明白明白 那么之后呢 您在美国也在Investar Investar Capital 这就是台先生的那个创投 这个就是台先生的创投 对 然后在H&Q Pacific也带过 是的 在992000年的时候 徐大林博士看得起我 让我带任他的这个特别助理 徐大林先生也是 现在还活跃在中国人 外国人的community的event里面 是的 他都积极参与 然后呢您就到北京去做创投了 这个中间的转换 有什么动机 在这中间事实上 我还有去一家创投公司 叫做Harbinger Venture Harbinger Venture 是这个MyTech Group 就是神通集团 是的 他们在里头占了 大概快要50%的股份 那其他50%的基金 是从外头来融过来的 我在Harbinger里头 做得也蛮开心的 重点我为什么会搬到北京 这个东西是这么因缘巧合的 在2004年 谷歌要上市了 咱们这世界日报 那个时候的一位记者 叫做李乔菊女士 Naddy Lee 大家都很熟 是 他在上市 我印象里头 前一天打了个电话给我 他跟我说 Peter Google明天要上市了 你对这个上市有什么看法 觉得Google这家公司的前景如何 那我的回答呢 让我其实深深的后悔 那也让人 应该是在人生中 常常会发现 哎 学然后知不足 我跟Maggie怎么说 我说呢 当Microsoft把Internet Explorer 放到了Windows里头之后 Netscape就不那么伟大 同样的道理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 Windows已经开始有search的function 那Google只是做search 当然当Microsoft的这个search 更proliferate的时候呢 Google的这个search的功能 就不会那么的伟大了 那我们很快的 从04年跳到今天 2017年就可以发现 我犯了多大的错误 所以同样的道理 在那个时候 后来发现 哎 谷歌上市有很多public information 那么我们可以越来越了解 这家公司就发现 像我这样一个学硬件 学物理这个背景的人呢 不去upgrade自己的话 就要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环境 我说的upgrade是从硬件 要更migrate出去 要看到更多软件 还有business model 明白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就在想 中国号称是世界的工厂 那应该有很多制造 也就是跟硬件 跟物理有关的东西 我觉得中国应该会是一个 我这个背景的人 值得开发的一个战场 于是有一个机会 我就到北京去了 真的就毅然决然 是的 那时候已经成家了 那个我也很谢谢 我的太太一直都很支持我 对 那个时候搬到北京的时候呢 我们先请我的岳母 来帮我们看了 一个礼拜的小孩 我跟我太太到北京 去找房子 在04年的时候呢 就带着我的小孩 一块搬到 还有太太一块搬到北京 那个时候我女儿才一岁半 儿子才三岁半 所以他们可以说 他们就是在北京长大 在那生活了九年十年 对 九十年这中间 您在北京又做了哪一些 跟创投有关的事情 在这十年当中 我投资了几家公司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公司是做的是成长型的企业 也就是一个投资项目 我们大概会投 一千万到三千万美元左右的基金 第一个我投资的项目呢 叫做软通动力 北京的软通动力公司 它是一个做软件外包的公司 在那个时候 我们叫它是做软件外包 那个时候的整个品牌 叫做Cost Arbitrage 就学习印度的公司 像Infosys Parta Cockinson 这样子的公司 比较他们跟老美 还有欧洲人的薪水的差别 那中国人或者是印度人的 数学能力这么的强 所以说投了一个这个公司 但是我觉得 这个也是后来慢慢学到的 就是投一个公司 最重要的市场是一定要大 但是市场会变 可是管理层的能力 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所以当市场有一些变化的时候 管理层假如没有醒过来 就叫做执迷不步 但是管理层假如 顺着原来的强处 但是跟着市场转化 就是跟着市场的潮流走 那这样的话公司 反而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刚开始走的是Cost Arbitrage 但是后来反而升级自己成为做很多的consulting services 所以每一步做的时候都在不断的学习 真的 尤其是在这个technology的前景等等 其实说到金融也是一样的事情 只是内容不同 但是都是要看现在和未来 甚至看到五年十年 二十年之后的一个趋势 好 我们现在时间问题先做中场休息 回来继续看看在北京 在中国还做了哪一些投资 然后这个跟ACORN Pacific Venture的General Partner之间 又有什么样的变化 因缘巧合 才变成今天的您 好的 听众朋友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日本富士医疗高端按摩椅 母亲节大优惠 FJ85004D 人工智能按摩椅折扣高达60% 资深理财顾问Forrest于为您详细讲解房地产和受险投资收益的大比拼 范语集团总裁胡振国分享高薪族高资产族及自雇人士 今年如何做好省税退租计划 4月30 5月1号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云乐曼谈好时光 GMCC万通贷款住宅贷款业务 新扩展至德州 佛罗里达 亚利桑那 全美22个州 总部位于湾区的华人德平安德 10万到500万的大小个贷款 直接审核放款 欢迎致电GMCC专业贷款顾问 获得免费咨询 1866 GMCC way 网站gmccloan.com 电邮info at gmccloan.com 欢迎有经验的贷款顾问加盟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他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技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驾谈详情 病情盼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 朱里周 祖传的手法 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道病除 Fremont和Campbell两家诊所 约约电话 408-340-5653 408-340-5653 犯语教育开课了 APSAT网络课程 全美最优 狮子团队 超过20年教学经验 帮助超过75%学生 AP数学满分 超过90%学生 SAT成绩 显著提升 今年3月正式开课 提早报名 赏优惠哦 快与范语联络 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详情请上美国范语集团 范语教育官网 education.transglobalus.com 货质店888-831-8868 888-831-8868 询问详情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访问的 谢中高 Peter 谢博士 他是在西谷湾区的 Acorn Pacific Venture的 General Partner 那这个不是一般的Partner General Partner是 自己要involve很深 关于金钱方面啦 那关于时间方面 关于Vision方面 都要亲力亲为的 一个还蛮沉重 但是对于喜欢 有挑战性的人 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好的 Peter 那么在中国 投资了一个 软件外包的公司之后 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这个是在北京的公司 在北京 之后又投了一个 LED的晶片的专利的 江西晶能光电 是 晶能光电呢 是我投资的几个案例 里头一个比较突出的 不一样的案例 不一样的案例 为什么 因为传统上 我们到目前 即使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要说 中国的创投行业里头 新创公司 大部分的创新 主要是在商业模式 比方说腾讯 比方说阿里巴巴 大家一去想 就可以想到 他们里头有很多 商业模式的创新 但是在硬科技 硬技术上面的创新 事实上是比较少的 那么我们放眼看去 当年在投资 晶能光电的时候 都知道LED这个行业 一定是新奇的 比方说台湾那个时候 就有这个晶电 后来当然现在这个厦门 也有三安这样的大公司 那么LED这个行业呢 传统上都是用蓝宝石 做秤底 秤底的英文叫做 substrate 但是呢 晶能光电是世界上 有很多人想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一直做不出来 就是要用silicon来做秤底 那么我们假如把我们的想象力 往远拉一点点的话 假如silicon能够来做substrate 来长出LED的话 那么将来跟一般 比较主流的半导体的结合 就更容易了 OK 这个想法跟我在1999年投资 那个时候我们是 seriesb lead investor into omnivision 是一样的想法 那个时候的想法很简单 Sony做很多的 CCD的摄像的芯片 但是呢 那个时候开始感觉得到 CMOS可以取代CCD 所以我们看了十几家公司 最后选择去做 omnivision的原因 就是CMOS的sensor呢 可以在TSMC manufacture 但是你要去做 CCD的这个芯片呢 可能只有Sony的特殊的厂可以做 所以往silicon migrate 这个主流的科技的趋势 应该是发生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江西南昌大学的一位 江峰毅教授 他竟然 我们也不管他是鬼使存在 还是那么厉害 竟然发现了一个方法 能够在silicon上面掌LED 哇 所以我们后来就跟 金沙江创投一块做了这个项目 嗯 那接着呢 又有一个 玉音同用品零售的连锁 商乐友 这个好像跟科技毫无关联嘛 哦 运音铜的运营商 叫做乐友 啊 这个跟你的高科技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是 乐友这个公司做的是零售 嗯 好 那么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发现在中国的民生的需求很大 民生的需求 对 consumer consumer 嗯 那么可以看到蛮多e-commerce或零售的项目 嗯 尤其不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008年奥运的时候 李宁飞檐走壁在奥运的表演 是 那就是李宁一个运动员开了一个很大型的零售的企业 哦 所以整个中国因为收入的升级 所以大家都比较在乎这一个 那么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去看到乐友的这家公司的原因 是因为他在992000年的时候开的公司 但是已经缴过一轮学费对互联网的泡沫 嗯 那么在之后呢 我觉得说好 那么我们一个境外看高科技的人 为什么可以来考虑在公司里头做一个扮演帮忙的角色呢 很容易 就是因为零售这个企业啊 它是一个资助比较的企业 嗯 也就是说在产品的多样化 在它的毛利率的整个组合 在整个operation的management上面 operating的expans上面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就觉得 只要我们能够用大数据 那个时候还没有大数据这个名词 嗯 很仔细的去分析各个商品 各个门店 各个店租 各个员工的薪水等等等等 我们只要算的比人家精 精 非常快的 在思考 根据我自己还有我朋友的成长的背景 我觉得在中学时候结交的朋友 常常会是跟一辈子比较息息相关的朋友 当然大学也很有关系 但是大学大家都比较会进入一个major 所以朋友的diversity会比较窄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让他们能够有机会结交 跟他们一辈子更diversify一点点的朋友的背景的话 这个应该是the right time to come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对 所以这个就看到了你心里面为事业和家庭中间取得的平衡点 是的 也是复唱复随 也是复唱复随 是的 这都是两个人的决定 对 那孩子也很听话 也没有说我一定要留在中国 跟爸妈回到美国也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情 是 孩子在离开北京的时候呢 说过两个话让我到现在都很记得 儿子说 那我将来长大我要把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再买回来 女儿就说 I don't want to leave Beijing I literally grew up here 那所以他们对北京都有很深厚的感情 他们的国语说得也很好 他们的国语卷舌应比我要好一点 Peter 据我所知 在您离开中国 还到了台湾一趟 并且还待了两年的时间 再回到美国 您真是喜欢travel啊 喜欢是新鲜的事业哦 可以这么说 就像我之前讲的 会喜欢偶尔会做一做创投 但是做management 手也会一样 然后再回来做创投 所以在一三年的时候 我们北京的基金结束了 刚好有一个猎头公司的人 跟我说 台湾的中强光电要找策略长 你有没有兴趣 我觉得这个公司做的是策略长 又做光电 跟我的背景蛮靠近的 蛮match的 其实我原来对这一家公司 并不是太熟悉 然后上网去查一查 然后跟公司里头的人资 还有他们的这个财务长 还有这个董事长 都聊过天之后 觉得董事长很想做事情 我就加入了 同时呢也兼任另外一个角色 就是一家投影机的公司 叫做Optima 我做他的全球的CEO 做的两年其实做了蛮多有趣的事情 都很开心 唯一还是为了小孩的这个升学 还有他们一辈子 lifetime的考量 最后我们还是决定要回到美国来 但是在Optima 做全球CEO的一个好处 对我个人的增长见闻就是 在北京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自己熟悉美国 也熟悉中国了 做到Optima的时候呢 我们还更熟悉了 世界的其他地方 包括欧洲啊 或者是东南亚 或日本韩国 那这个对我个人来讲 增长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觉得 每一个人我们常常都说要换位思考 但是有的时候 你可以读书去换位思考 或者是真正的精力去做换位思考 我比较笨读书可能读得不好 那么就只好去又经历他来做 得到换位思考的一个经验 啊 你太谦虚了 其实能有这么多自多彩的经验 实在是对于您人生非常好的一个 造就成自己一个很complete的经验 对于你以后的在考量 Acorn Pacific将来要向哪一方面发展 都是有正面的影响的 谢谢 我其实也会这么去想他 我常常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 常常在想 我做的这些决定 在我闭眼睛的那一刹那 会不会后悔我有什么东西 你有做过 那么我觉得呢 这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我放眼看去 不管在中国或者是在美国 做创投的人 能够真正 在同一个地方 待了十年的人 所以我在美国 待了十年左右的创投 在中国做了十年左右的创投 这是第一件事 由地域上看法的不同 第二个是在时间上看法 当我们可以说我们从97年开始做起到现在 我们经历过几个cycle 看过产业的migration 可以从现在东西 因为旁征博引的关系去思考到过去发生什么 有可能什么事情会怎么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蛮完整的经历 好 回到了矽谷湾区 男人总是要为自己的事业再创高峰嘛 那现在跟自己担任了acorn pacific 这个funding里面的general partner 怎么样这么快就完成了过渡时期呢 OK 这个是很有趣的 其实acorn这个里头 原来acorn campus 在97年成立的acorn campus里头 很多的senior partner呢 我其实原来大概在社交场合上都认得 都认得 五位成功的大佬 几位成功大佬 那么他们其中有几位呢 当年也有一些公司的投资在中国 那跟我在中国投资公司有一些synergy 所以我们都谈过合作 所以也认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是是 那么我在考虑回美国的时候呢 就跟我现在的合伙人叫郑志凯先生 商量说 是不是我们考虑一起合作 做一个基金出来 那郑先生刚好就跟我说 他在跟acorn人在谈 看我要不要一起来 很难看 那因缘际会 所以里头的这个senior的partner acorn campus的当年的partner 有一些人就很支持我们 那么CK也很慷慨 让我跟他一起做general partner 我们就把acorn pacific就这么做起来了 那对于矽谷湾区的高科技的朋友里面 对于acorn campus也不会陌生 那他们是成立多久 然后他们为什么又支持另外一个fund出来 那他们现在的角色又是什么 然后对他们来讲 这个就是一个传承的开始了 对他们来说做这个决定 也是他们好像要嫁女儿一样的这个心情 娶媳妇的这个心情 这都是一段需要时间 需要考虑各种各种的因素 impact的一个思想的过程 那我相信您跟这几位大佬 在谈话的过程中一定有无数次探讨的机会 我想来emphasize这一段 嗯好当年他们成立 acorn campus的时候 那是算弯区应该是最早的加速器或者孵化器之一 所以当年的这些senior partner 每一个人对被投资公司的involvement都很深 但是讲白了呢 做BC其实是一个得卷起袖子来干活的蓝领阶级的工作 并不是一个白领阶级关在房间里头 这个骂骂人就可以发生的事情 哇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那么所以说当他们做了一两三届的之前的基金之后呢 他们觉得辛苦活啊 可能要找年纪稍微轻一点比较不懂事的人 来干活 于是呢这件事情就发生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我们可以看得到有很多的基金 假如说只有一个大老板 或很多公司只有一个大老板的话 公司或基金常常他们的心衰呢 都跟一个人的这个life cycle有关系 但是咱们假如能够把它做到一个比较跟一个partnership 一个传承的概念的话 那这个基金就比较能够有一个永续经营的概念 所以我其实是非常appreciate在华人社会里头 能够有一个这样的胸怀 能够把这个自己的legacy pass on 下去给更年轻的人 然后而且还协助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成功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这个acorn当年的这些senior的partner 他们不只是在高科技上面挣钱 在投资上挣钱 他们在社会企业里头也帮了非常非常多 帮华人争取或者帮亚裔族群来争取各种的福利 在这个美国的社会里面 对对 除了他们自己的直接的投资之外 他们关于在娱乐界餐饮界政治界 也都是不遗余力 还有在开发中国的边远地区的教育的等等事业 我多么的希望在华人的社区里面 有多一些像这样子的人 然后能够感动 尤其由他们成功的经验 人家对他们也非常的敬仰 然后呢 这个社会人士就可以受到感动 继续把这个好的美德发扬下去 是是是 如果以后也能够进军更多的艺术啊 或者是音乐方面呢 也是一件更美丽的事情 真的要靠你了 好的 听众朋友 我们再度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KTSF26台兼娱乐漫谈周乐 祝您寻找理财新方向 5月15号星期天 于Sanaclara Convention Center 主办2022 KTSF财经嘉年华 火虎生威化投资 嘉宾阵容鼎盛 王欧梅会计师 教您省税好策略 美国范语集团 Philip Ho 讲解高收入高资产的传承规划 Long on Time房贷顾问 Andrew B 探讨投资与房贷 Remax金牌经纪人Frank Liu 教您为宋绸缪 李小薇律师 分析后疫情时代 遗产及遗产税规划指南 GMCC万通贷款 分析高通膨高房价多项强大利率 保险专家Seven True Leverage up with more money and less taxes in retirement Tri-County Bank 区域经理Anna佐 商业贷款面面观 严介林博士分析 股市流年与节气 5月15号盛大举行 免费入场 报名650-968-2000 分机103 或上网ktsf.com 日本富士医疗高端按摩椅 母亲节大优惠 FJ85004D 人工智能按摩椅 折扣高达60% 资深理财顾问Forest 于为您详细讲解 房地产和受险投资 收益的大比拼 奋语集团总裁胡振国 分享高新族 高资产族 及自顾人士 今年如何做好省税 退休计划 4月30 5月1号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 云乐漫谈好时光 Maxro Cupertino 以超过10年的专业诚信 欲满弯曲 众多银行 最佳利率 Direct Lender In-house Funding Maxro 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ro 有经验丰富的 Long Processor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胜利 Close Deal Maxro 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 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Maxro 请下贝拉王 408-307-5056 408-307-5056 昌星珠宝CH Premiere 隆重介绍 欧米加全新叠飞系列 推手女装晚表 融合现代新意 及呈现经典设计 创新与美学完美兼备 彰显女性的自我定义 与天生魅力 相攥表圈 迷人风范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e Pala Auto Stanford购物中心 昌星珠宝 GNCC万通贷款 世古最具规模的 华人Dirk Lander 业务覆盖加州 德州 佛罗里达 亚利桑纳 全美22个州 专金大小额贷款 是500万 In-house 直接审核放款 更多资讯 请浏览 GMCCLong.com 听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 矽谷华人电台 Andrew B时间 Andrew 你好 周浪 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 晚上好 在问候一过后 就要来了解一下 像今天周二 美国的股市是大跌 再加上上个礼拜的下跌 上个礼拜 已经是连续 四个礼拜的下跌了 现在呢 已经碰到 三月份的低点 并且纳什达克 比三月份的低点 还要低 这种环境 是对于 十年公债的 回收率的影响 是怎么样 我想最近 这两天 因为跟前一段时间 有所不同 是因为这个 最近股票下跌 是因为这个 对中国担心嘛 现在这个 中国这个 这个清零政策 好像真的 你很难理解 他宁愿把这个 上海这么大城市 封城 那么现在不是传说 这个北京也可能是 下一个封城的 这个目标嘛 这个对中国经济 影响超大 非常大 而且这个 中国又是个 制造一个大国 那对这个 美国通胀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所以中国政府 对于影响经济 已经是过不了了 对 他也要清零 对 对 他现在就是 新把这个病毒清掉嘛 但是 不准人出去 也不准人进去 对 这样情况下 就是说 整个我们看 这个这两天 是全球范围 这个股市下跌嘛 那同时 在股市下跌的同时 这个 美国公债 又再次成为 这个 就是很多 很多资金开始流向美国公债 因为 要求稳定啊 对 所以 最近两天 实际上跟前一段时间不同 就是整个这个 利息上涨压力 稍微减轻一些 因为当这个公债 价钱上涨 这个 优率下跌的时候 这个利息相对 也会相对平稳一些 但现在 我觉得 这个预测未来的利息啊 主要还是看这个 美国通胀的状况 会不会持续 要持续多久 因为 怎么讲 就是通胀 应该是 美国近四年 从来没发生过 那为什么 这个 从来没有这么高过 对 为什么突然就出现了 我想这个 如果我们简单看 这个通胀问题 应该简单的说 就是一个 社会需求 与这个供给的 一个失衡造成的嘛 那么 我想 这个 近四年 应该说 这个全球 全球化经济 已经造成这个 社会生产力的非常大的进步嘛 所以现在通常来讲 很难说 这个市场需求 超过市场的供给能 因为市场供给能 非常强嘛 包括中国啊 这个亚洲国家 这个生产力是相当强的嘛 对 那么近期 当然 这就make sense 就是说 这个疫情确实是 造成目前通胀的 一个非常大原因 因为现在中国 这个大批港口 都在关闭了 处于关闭状态 那势必给 这个 完全关闭状态 对呀 现在我看 这个报道上 就是它 实时的报道 这个在上海 这个停在港口的船只 有多少 基本密密麻麻 就是等在 等在这个卸货 装货的这个船只 所以这种情况下 所以进去了 它也卸不了货 就停在港口 就跟美国一样 对 所以我也是 好多船在港口 等着卸货 也是下不了船 对 所以现在 都变成这样 对 现在感觉 就是通胀问题 这个供需问题 我想就是 因为疫情嘛 如果疫情逐渐好转 慢慢这个中国开放了 可能那个通胀问题 可能也就 可能就随之解决了 当然 这个其中还有原因是 这个 前几年 这个联储局 在市场投放太多的资金嘛 资金多也是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 现在就基本比较好解决了 那联储局就是 通过加息啊 通过缩表啊 能够让这个市场资金减少嘛 嗯 当然 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 每一次联储局加息 对抗经济过热啊 通胀啊 基本上都会以这个股市下跌啊 或者这个 经济衰退作为代价 那么这次来讲 我想也应该 应该还是会走这条路嘛 现在我们看股市已经跌了这个几个月了嘛 是 已经跌了几个月了 呀 呃 我们看到啊 在五月三号 五月四号 就是下个礼拜啊 FOMC的meeting就要召开 现在可以说是 大家对这件事情 关心和担心的是 迫在眉睫 真的是很害怕 呃 现在不止有人说 他会上涨五十个基点 还有更鹰派的人说 会不会上涨 零点七五个基点 这个就很可怕了 对 确实是 因为你这样 也从另一点也反映说 联储局现在实际上是为去年太过放松 做做一个补偿嘛 那是他们的错误 对呀 呃 你从理想来看 大家要理解联储局实际上 并没有太强的这个预知未来的能力 他基本上也是根据目前的这个 呃 这个报告来做 做一些 Data Driven 对 所以这种情况就表明 他很多的这种政策都是相对滞后 他不可能是提前预知这个事情发生 跟我们一样 对 只是他了解的更完全 对 更全面而已 对 所以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没必要太过的害怕 说他会怎么样 因为市场这个数据好了 呃 他自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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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政策就会放宽了 那么回想这个零 呃 2017年同样也出现这种问题嘛 当时他们联储局加息好像三次嘛 两次还是三次 嗯 那么18年呃 美国股市开始下跌 呃 联储局还是继续加息嘛 嗯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大的事情 就是中美的贸易战嘛 是 呃 导致这个 这个美国股市啊 这个都是跌的蛮多的 那么你看到2019年 联储局自动就开始要减息 要开始 所以我相信如果在未来这个通胀 呃就是首先疫情得到缓解 中国开放 通胀慢慢下来情况下 那么呃 这个贷款利息呃会会到也会开始慢慢回落 嗯 嗯 也会慢慢回落 好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像今天这种股市的行情 10年的公债回收率已经今天没有再继续上涨了 嗯 那现在如何影响到现在的房贷program的利息呢 现在这个利息来讲呃 我们现在基本就看什么时候能到达一个peak一个顶点嘛 嗯 那么现在市场基本分析是预测就是10年公债3%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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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参考点 3% 如果控制在3%以下 那么这个利息也不会说涨太高了 嗯 那么今天我想当中国是一个事情发生之后 那个现在已经回落到2.8级了 这个对利息来讲应该是相对的一个利好的消息 relief 对相对一个relief 嗯 当然未来呃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一些呃这个突发事件 比如这次这个这个俄罗斯这个乌克兰战争也是变相的能够加速了这个通胀上升嘛 因为仍然价格上升了 嗯 那么未来来讲如果 可是对于俄罗斯自己也不好啊 他的货币啊他的呃资源短缺等等 没有一个是受呃受到其利的都是受到其害的 所以就想你先来看世界上现在呃就是西方国家跟这个俄罗斯包括东方这个中国实际上我们很难用美国这种这种这种思想去理解他们政府做这些决定嘛包括中国做这种清零的政策啊俄罗斯发动战争啊呃这个这个共产党或者说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的他们这种呃这种呃这种呃这个政策的一些呃基 提准点也好啊或者说他们的这个呃重点在哪里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在美国生活久了你就很难去理解嘛嗯 所以这种情况呃也会造成这个很多不确定性在在里面倒是倒是那么现在在市面上如果要refinance的人看到现在利息稍微稳一点下来是不是应该又要入场了呀呃可能因为最近来讲还是上升了这个这个相对多一些啊利息还没有这个有比较大的还没有太大的回落 那么现在像我们做基本上还是以purchase zone为主嗯呃呃现在房地产的这个turnaround的number的数字怎么样是是比较低呢还是中等跟去年此时相比哦当然这个今年我们就明显的感觉这个地产市场有slow down下来了为什么是因为inventory少吗inventory少是一个原因原因当然我觉得最主要一个是这个市场戏份这个很多buyer还是对目前这种状态有有有 不想进去买卖对就说会有一些担心了当然最主要的影响还是因为这个高利息嘛特别是这个呃呃这个在中间价位这些房子你这个一两百万两三百万的房子如果这个buyer需要弄的情况下现在的利息与去年相比这个每个月payment基本上升了这个一千两千块这个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左右这个是非常大的对所以对呃 特别是在加上这个股市又在跌这个大家这个口袋里钱又不像去年这么这么多了市场自然就保守一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purchase的是谈到四个percent或者是五个percent啊 新间的利息来讲这个像三十年固定controll million大概是在四点六二五啊这个十五年固定也是在over四个percent 嗯现在呃这个最低利息还是做arm program比如像五年的arm如果purchase的话我们大概能到三点五嗯呃如果是十年的话基本上三点七五左右嗯所以这个相对来讲还稍微好一些投资物业呢投资物业就会高很多就是五了耶就是五以上啊五以上了因为现在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arm program来讲相对的呃这个条件要求比较严格一些比如像那个呃呃 这个这个代付income ratio要求就比较比较低更低一些嗯呃另外一个就是呃当payment上你不能只能放你至少放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档嘛嗯呀所以这个呃目前可以说现在贷款利息对对班区市场还是有蛮大的一个影响好那我们现在先先进一段工商资讯之后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房地产的情况呃在不同的地区然后不同的房子的结构 比如说single family versus townhouse和condo medium然后朋友如果要买投资物业到外州去买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主意呢待会就由N2B呃再度来跟大家解释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房移贷款利率的持续走低让每一个homeowner都有机会申请到更低利率的贷款 Long on time贷款公司提供给您最快捷的方式帮您了解市场利率走势并及时提出申请不管您是购买新屋还是重新贷款Long on 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用我们最诚存和细致的服务帮您实现家的梦想请致电888-220-6680或上网longontime.com Max Real 帮您早日当进更新的家让您卖房经历轻松愉快为您提供全面的高质量地产服务团队作业快速到位Yes Max Real KTSF26台皆与勒曼谈周乐联合主办北加州最盛大的财经座谈会2022 KTSF财经加年华虎虎声微化投资5月15号星期天于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盛大举行 邀请多位重量级各行业泰斗权威解读关系你我的财经话题5月15号星期天免费入场查询及报名650-968-2000分机103或上网kpsf.com 在繁忙的城市在天涯的尽头最艰险困难的任务启发你无所畏惧的智慧与精神轻量化态金属表壳搭配大师天文台认证自动上链机心 欧米加海马系列300米007版本晚表 重现007电影经典灵魂 关区华人独家代理Westfield Valleyfair C.H.Premier 哈老丑史丹福购物中心苍兴珠宝 好不容易找到心仪的房子房屋贷款可是关键 申请方便利率优惠快速成交 哪里有 This is good game How can I help you 重新贷款或者买房贷款 当然找good game Rebecca Lim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以资深的经验和丰富的房源 湖湾区深得客户亲爱 Rebecca Lim顶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408-720-6800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Android B时间 Android 刚才提到说买房比较保守 那在很多地方有没有看到multiple offer的房子啊 竞标的 最近这个整个市场可以明显的觉得slow down 几个主要的体现的方面就是第一个就是offer 明显减少了 当然 任何地区的都是这样吗 我觉得都是从我们office最近去listing也好啊 还是去帮客人买房的这个状况来讲 感觉offer明显减少 那么当然有一些房子啊 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房子就是它会list非常低的价钱 比如它这房子150万它只list120万 这样会会generally出offer 就是看见哦好像就是很多offer 现在这种low listing price希望拿到高的这个策略work吗 还是要看这个 不过人家就给你一个地的offer了呢 对就是这个有一个最大的风险 就是今天虽然有10个offer 但现在没有一个加到你想要的价钱 特别是在这个最近这种市场状况下 那么还一个就是这个 一个是offer少 第二个这个offer就是像以前这种加价幅度也少很多了 因为毕竟这个像我们刚才提到 这个实际上股市对我们这边的房价影响还是蛮大的 对很多人的down payment都是从股市里面出来的 所以现在这个手里面这个 一个是大家感觉这个钱少了很多嘛 所以这种motivation也是会下降很多 那么当然我们关心的还是说 未来这个房价会怎么样发展 现在也是至少我在我也跟客人和同事之间聊天 就是一般两个观念嘛 一个观念就是说 那现在因为通胀啊 会造成这个造房的价钱 这个cost building cost上升 材料啊 labor 材料都上升 那么价钱还是会一直涨下去 我本身倒不同意这种看法 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个 建房的这种成本与湾区的这个房价来讲 其实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因为因为首先我们看这个过去几年 这个湾区房价上涨 已经远远超过这个inflation 这个8.5% 对啊 exactly 但那个时候的市场的气氛不一样 对那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实际上房这个building cost 这个占房价的比例 在湾区来讲是非常低的 主要还是一个一个地的一个成本嘛 那么从这个过去几十年来看 这个房价从来没有因为building cost的这个这个高与低 受到一个真正的影响 那倒是 基本还是要看buyer愿意付多少钱去买 首先就buyer有这个买房的实力有多高 那么湾区来讲 基本上就主要是看这个湾区的工作机会啊 这个经济情况再加上股股市的高低来影响这个房价了 如果对于屋主自住屋有刚性需求的人 其实买房现在也是好时候啊 对没有错 因为现在实际上比较实在一点 对你这个竞争力相对应该是这个少很多了 竞争少了很多 虽然 就与你竞争的人少很多 与自己竞争的人少很多 但是自己的实力还是一样 并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现在你要买房的话 其实还是要分析你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买资助房 这又特别是这个比较 要换学校 要换学校 那么现在呢 我觉得你可能把这个价钱应该放在第二位 第一位还是要看你这个房子 这个这栋房对你本身的价值到底有多高 因为本身你如果资助的房子情况下 这个你这个多花几万块钱买 实际上对你的这个影响应该是这个这个意义不大了 所以现在你说你稍微多付几万和少付几万 这其实察觉并没有太大 那这种是对房子有刚性需求的人 如果说要买投资物业 现在在湾区或者是离自己住的地方 开车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内 还值得买吗 还可以找得到吗 这是两个问题哦 对这个当时还是这个投资物业还是这个值得了 因为现在通胀来讲 就是这个未来来讲 这个房价还是慢慢会增加 只不过这个这个幅度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也可能说这个房价这个会停止停止一段时间 那么我们用这个前2018年当时这个情况跟现在类似嘛 就是股票这个出现recession股票市场大跌的情况下当时房价在19年也是下跌了那之后也是随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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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好转又马上恢复了嘛 那么今年可能我相信我倒没有那么乐观说这马上通胀会过去就马上会回来但是可能有时间会拖得久一些所以现在如果你买自主买投资物业可能是你去looking for good deal 的时候就是你不会说很rush去去跟别人去抢可能你要看准了然后拿到好的价钱这样你再去出手 如果说已经做了cash out一笔钱已经拿出来准备要买投资房的他们已经开始在付利息了对那这些人他看到这种环境怎么办呢当然这个就是用付利息呃不是你还是要去积极的去看房啊就是你你不要因为你你都要付利息而太仓促去买嗯但是也不要去等因为房房子呃过去几十年的这种这种这种经验我觉得看着很 你很难等到一个good deal嘛实际上你买买的好的房子这个基本买的好价钱的房子基本是在市场非常slow的时候或者说非常呃大家都犹豫的时候对吧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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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换也是非常快的比如说你突然这个稍微放松一点或稍微等了十年九月马上那个整个市场那个状态有变了是那我们现在就讲这个华尔街有一句话就是他们每个礼拜出一个投资人的 贪婪和畏惧的指标那只要是在二十五以下就是非常非常的恐慌现在已经是二十七了对啊所以大家已经很恐慌了对但我有有一点我觉得那我们多数的听众朋友来讲包括我自己其实你是比较long term的investor或者说并不是追求短期对于不动产而言吗对对不动对股市也一样了有的时候对所以你这种情况下可能呃对于市场出现的 这种这种短期大幅波动可能你还是要更泰然处置一些嘛因为这个一定要的对这个你这个主心股要稳住对所以特别是地产方面有的时候多些耐心慢慢你总是能看到结果的嗯嗯好那现在在做卖方的人呢他一定是有他必要的原因一定要卖房子 那现在要拿出来房子卖其实对于呃市场来讲也是好的时候因为现在是四月底五月初你如果等到三门大局已定人家学区都已经安排好了只剩下一个不太motivated的buyer在那边反而更不是三了的好时机 对确实这样卖房实际上就是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不管你我觉得不管你买这个投资地产也好投资股票也好你可能比较容易看大事但实际上你很最难的是timing这个market就是说下个月会涨会跌这个你是很难去预测到的哦所以你只能去持续的去该该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嗯 那么这个市场这个反应你只能去看这个市场的变化来来来应对这个这个这个变化 OK那自从疫情以来2020年以来啊work from home 就变成single family house with bigger lot 或者是the number of bedroom are more 这种房子是最desirable 那个时候有一阵子有很长一阵子呃在townhouse还有condominium都发人问津 所以他们的价钱跟single family远远的不能比那现在呢哎公司恢复上班了有的公司是说你礼拜上三天有的是一定要上四天了这种情况之下对于房子的需求还有喜好有没有一些改变呢 呃当然还是有改变了有有现在就所谓的这种呃交通房啊你叫学区房也好交通房也好就是会慢慢有回来嘛呃但是这个整个来讲 呃single family house还是相对的更更更更更desirable 因为因为整个我们从这个全美整个来看这个现在这个房屋的inventory还是远远低于这个需求 呃虽然最近我们看很多加州企业离开加州但是现在来讲呃这个呃买房的人还远远多于这个卖房的人 然后本身我们加州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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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资源又不是那么丰富 所以呃未来来讲这种比较大的lot的这个single house还是还是会非常期缺的 是是所以您还是主张既然要买房子就买呃能买single family就不要去买townhouse或condo吗 呃这个是比较难做的一个决定因为这个如果你买自住买投资当然还是prefer single house 但如果你买自住情况下你要根据你现在的这个budget啊根据你对房子的要求 比如说你这个房屋大小啊location啊这些都要去综合的考虑 有些时候呃我们很难说今天一步到位买到自己一个称职的房子嘛 呃你你很多时候你不得已就说啊我现在要退其次可能买小一点呢 或者说买离公司近一点呢呃这个根据我这个最近五年到十年的需求找一个最最最合适的房子 在呃您在安主您是在房地产还有在lone的方面都是您公司的业务范围之内 您怎么看待2022年11月份就要中期选举 然后民主党也不希望在呃国会议员的作息上挫败 他们也会竭尽任何的努力来维持通膨降低 然后利息也不希望涨到kill这个market 因为他如果这么做destroy了美国的economy 他肯定不能够再连任 对对对您觉得在今年年底之前房地产还有贷款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我现在其实还是处于相对比较乐观就是未来吧 首先我觉得利息可能在不久将来会到一个顶点开始回落 不久的将来是三个月四个月 应该就没比一两个月之内就可能 哦OK 呃那么地产市场来可能会短暂出现一个小幅下跌 但会很快的进到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状态 那么就像您讲的 这个政治的影响 对这个联储局的货币政策 会非常 从你一想看 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 绝对是side by side的 对 不可能完全independent 对 虽然不会像中国这么直接的控制了 但是间接的这种影响 或者这种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是的 好 那我们今天访问的就是 房地产和贷款的专业人士 他是andrew b 要联络andrew b 来商量您的买房卖房 以及贷款的大事 请致电408-781-8898 408-781-8898 或者是andrewatlongontime.com andrewatlongontime.com 并且andrew也是我们5月15号的 虎虎声威化投资里面的嘉宾讲员之一 希望在5月15号 能够跟andrew b 互相沟通的提早报名 650-968-2000 分机103 非常感谢 好 谢谢同志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以上言论 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电力及主持人的听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